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来读一段圣经 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三到七节 偏向荒谬的言语 你却要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我现在被交电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 所幸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 他显现的人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得胜的基督徒 到底基督徒 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样式呢 当我们今天听到 好像在台湾 或者世界各地 我们很在意一件事情 就是基督徒的比例 信主的人是不是增加了呢 在世界各地 在台湾 或在哪里 基督徒的比例有多少呢 信主的人是不是增加了呢 但是今天我们要更深切地来问 什么样的基督徒 可以称为真正的基督徒 怎么样的基督徒 可以称为好的基督徒 那我们都知道 圣经当中提到 门徒被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 但是当人还没有称 正式称信徒 门徒为基督徒的时候 其实他们对一群 所谓的基督徒 他们其实是用一种 很轻蔑的一种语气来称 用根斑的 耶稣的小罗罗 是用这样一种不敬的词 来称所谓基督徒 但是后来这一群人 他们令人惊讶的是 他们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 于是人就不敢轻忽他们 反而尊敬他们 就像《使徒行传》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 这些人他们所行出来 他们聚在一起生活 彼此相爱的时候 他们得众民的喜爱 他们不但得众民的喜爱 众民也尊敬 也敬畏他们所侍奉的神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 虽然我们很高兴 有一些的地方 基督徒的比例是增加了 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是不是今天所谓 自己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 到了末日 他真的能够在神的面前 站立得住吗 所以我们要明白 基督徒的三德 第一个是得救 得救成为基督徒 第二个是得胜 你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第三个是得产业 基督徒不要仅仅得救而已 你要得胜 然后有公义的冠冕 为你来存留 刚才我们所读这段圣经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常常我们在告别式的时候 会喜欢用这一段经文 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这是保罗在要离世前的宣告 有一天到了我们要离世的时候 你我是不是也能像保罗这样宣告呢 但我们今天会有一个疑问说 基督徒不是应该爱好和平吗 为什么这里讲到说那美好的仗 像在打仗一样呢 基督徒怎么会在打仗呢 我想我们都明白 基督徒今天活在这个世上 要为真理而战 要为真理而战 因为我们的仇敌撒旦 他不断不断地要把你 从得救的那个岗位上拉下来 他不断地用许多的试探引诱 要使我们基督徒失败 所以基督徒每一天的选择 都跟这个征战有关 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 确实提到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然后说什么呢 说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赐给他吃 第十一节也说 得胜的 必不受第二次的死 十七节也说 得胜的 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 我们不但要征战 而且我们要征战得胜 真正的基督徒 好的基督徒 就是在末日 我们会受到逼迫 真正的教会 你要为真理而战的时候 你就会受到逼迫 神起初创造世界 天是属于而华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地 他却给了人 神派人要来治理这地 但是人犯了罪 使得地受到污染 其实今天地受到咒诅这件事情 仍然影响在这块土地上 生活的百姓 撒旦透过一些风俗的民情 透过一些文化的 庆典的 透过媒体的 透过甚至生态的 政治的 他仍然在影响了这地的百姓 以福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说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征战 这里提到的征战 执政 掌权的 这些都是军事的用语 讲到这个征战是非常的激烈 所谓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它是有一个权力系统的 它是有一个组织架构 有层级的 所以我们要穿戴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弟兄姐妹 也许我们看不见 这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 但是你确实要明白 圣经当中所谓讲到的征战 如果你不留意 你就会受这一地的 这些属灵的气氛所影响 甚至是说 你会受这地邪灵的 这些的气氛所影响 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一个人 罗德 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 这里讲说 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 引行忧伤的义人罗德 圣经提到罗德 说他是义人 可是你知道罗德 其实他不是得到神所谓的那个意 只是比较起来这个相对的意 他比较起当时的人 他好像比较有意 他因为认识神 然后他为罪忧伤 但是你看罗德 他居住在那个地方是什么 我们看见圣经讲说 他的帐篷 渐渐挪移 渐渐挪移挪到哪里 索多玛 俄摩拉这个地方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见 他住在那个城里 他的作息跟这个城的人一样 他的穿着打扮跟他们一样 他的行动思想 渐渐就被他们同化了 得胜的基督徒 转化世界 但是软弱的基督徒 会被世界同化 虽然圣经称他做义人 可是你看到圣经记载 有一次就是 神的使者来警告他说 罗德 你要带着你的妻子 带着你的儿女 属你的人 要赶紧带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神要来毁灭 但是你都知道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发现 全城的人都围过来 要做什么 他们要伤害神的使者 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以为神的使者 会出手相救 可是没想到 罗德出了一个收足役 他说 来到我这边的家人 是我的客人 来到我家的是客人 请你们不要对他 不要伤害他 罗德居然出了一个收足役说 我有两个女儿 还是处女 你们就带出去 随便任意而行 我很难想象 罗德一个敬畏神的人 会说出这样的话 他却不觉得怎么样 当你看见圣经 所描述的就是 当我们住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的思想行为 坐席 穿着打扮 渐渐受到影响 你都不晓得 其实今天 属灵的这个权势 邪灵的这个力量 仍然掌权在一些的地方 让人不知不觉就接受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 有些人透过一些包装 说同性恋 他们也应该要有人权 甚至于透过一些媒体电视 把一些的外遇 婚外情描写得很浪漫 认为那个才是他的真爱 以至于很多的家庭 受到挑战而瓦解 很多的人也用一些的文化 来包装一些宗教的 民间的信仰 我记得我的孩子 我的女儿还很小的时候 他们学校 而且还是一个基督教的幼稚园 说什么学校有一个舞蹈表演 有一个文化节庆 然后我就很高兴的 带着录影机 准备看它 录下来 做美好的回忆这样 等到一去到那个场地 我整个人傻了 原来那个地方 就是在庙的门前 一个广场舞台 那是什么地方 就是透过文化的节庆 其实他们在舞蹈 唱歌 做很多的活动表演 要献给那地的神明 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我以后就不让他参加了 弟兄姐妹 我不晓得 也许有一些人 你会觉得 哎呀 牧师啊 你这个太狭隘了啦 这个没有那么严重 弟兄姐妹 你只要想一件事情 就是当一个属神的人 在庙门口 在那里舞蹈 请问是献给谁 是献给谁呢 你心里会怎么想 如果神喜悦这样做 那我没有话说 如果你知道 圣洁的神不喜悦 那你就要有一些的警觉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我要说的是 当我们今天也居住在 这座城市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常常来到神的面前 来寻求神的面 体察神的心意 你就会见怪不怪啦 哎呀 同性恋 同性恋也有他们的需求啊 同性恋他们是受害者啊 当然是 我们要接纳 但是你不能混淆真理 弟兄姐妹 当我们今天 活在这样的一个 属灵的征战当中 其实影响的环境 影响所及 疾病 人际关系 我大概没有办法 一一的来述说 你会看见 属灵的权势 怎么样影响一个区域 当你喜欢一些的流行文化 当你喜欢某一些的电影 当你喜欢一些的作家 他们写的书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过 那个背后 到底在传达什么样的思想 巴不得我们明白 属灵的征战 撒旦 仇敌 会透过这一些 影响我们 如果你没有回到神的面前 你不知道 你离神有多远 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盼望我们今天能够警觉之道 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第一个 你要了解你所处的环境 并且你要起来征战 如果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你也许不会觉得征战 但是如果你定义要进前度日 你会知道 在这个世界 会充满许多的征战 而且你要为真理而战 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我们要讲 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 得胜的基督徒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让我们明白 我们今天所居住 所处的环境 是如何 怎么样 争战激烈的一个环境 主巴不得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我们不仅仅是得救而已 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能够起来 能够争战得胜 并且有一天到主的面前 我们要得产业 主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我们要靠主来得胜 得胜的基督徒 能够转化这个世界 那主啊 我们也知道 软弱的基督徒 常常被这个世界来同化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建立好的习惯 并且明白 真正得胜基督徒的秘诀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